堂堂超级大国动用举国之力 却连一个公司都拿不下 用尽了制裁手段 却依然被我们突破了核心技术 从此美国的形象不再是神 不再是什么山巅之城 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活生生的普通人 既然是普通人 就没什么不能打败的 年2月27日正午 南非马珠巴山 天空晴朗得像一张蓝纸 令人陶醉 但山上的克力少将 毫无欣赏美景的心情 子弹嗖嗖地从克力少将身边飞过 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举着望远镜 眺望四周 在望远镜中 只见身穿卡其色制服 不断反复的布尔人 一点一点地逼近几方阵地 他们匍匐爬行一段距离以后 便放一枪 然后再匍匐爬行 如此不断反复 几方阵地上 身穿鲜艳红色制服的英军 在布尔人密集的淡雨中 一个又一个地倒下 最后连克力少将本人都被击毙 这就是著名的 马珠巴山战役 原本这场仗 是英国殖民者 为了教训布尔人而发动的 没想到却反被布尔人教训 一千名英军阵亡了900 其余大部分被俘 此战标志者第一次布尔战争的结束 英国被迫承认了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两个布尔人国家的自治 尽管埃勒揍面子上不好看 但由于这两个地方油水不多 经于算计的英国人不想大动干戈 想着这事就这么过去算了 而布尔人也愿意签订合约 毕竟他们还是很怕英国的 但很快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国 就在他们国家发现了金矿 这还不是一般的金矿 而是史上最大的金矿 后来的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 就是建立在这个超级金矿带上 整个矿带绵延超过240公里 黄金储量达数万吨 收到消息的英国人眼都绿了 也不管什么狗屁合约撕了 黄金通通都是我的 此后英国人开始了疯狂招查 用尽各种借口 想占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但结果都和第一次布尔战争一样 英国军队每一次都被胖揍 而最丢人的一次出现在1895年 当时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决定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但不打算出动太多正规军 而是找来雇佣兵头子詹姆森 让他带着500人进攻 告诉他自己会安排内应接应 等你们天兵一到 内应就会打开城门 布尔人必将崩溃 但局势前夕 内应却突然不干了 而詹姆森因为没有收到通知 带着500人傻乎乎地杀进布尔人的地盘 最后全军覆没 此事临英国大处扬相 成为欧洲笑柄 所有列强都来围观起哄 大英帝国还行不行呀 要是连区区布尔人都摆不平 日不落帝国就要日落了 此事被架在火上烤的大英 已经顾不得什么成本了 从加拿大 印度 澳洲 新西兰和英国本土 调来了大量军队 合计45万人 是要剿灭布尔人 为了让布尔平民 不敢支持布尔游击队 英国人发明了集中营 将20万布尔平民投入了集中营 导致了2万人死亡 后来德国的集中营 也是希特勒跟英国人学的 经过三年的残酷围剿 用尽各种卑鄙手段 英国人最终迫使 残存的布尔游击队 放下了武器 虽然获胜者是英国人 但两次布尔战争却成为了公认的英国衰落转折点 而在此前的数十年里 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几乎无法被打败 那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想打谁就打谁 不仅大清 连沙俄都在克里米亚被揍得鼻青脸中 1878年 第十次俄图战争 沙俄大胜托尔其后 试图制定一份城下之盟 夺回自己在克里米亚失去的地盘 并扩张了营土 由于沙俄在黑海方向的扩张不符合英国利益 于是英国瞪了沙俄一眼 而仅用了一个眼神 就迫使沙俄放弃扩张计划 这是公认的大英巅峰期 大英不是作为人而存在 而是神的化身 击败英国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 说出来只会引起嘲笑 布尔战争前 没人认为这有悬念 前期哪怕揍了大英几次 舆论也普遍认为是意外 大英只是还没做好准备 只要大英做好准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发现 大英竟然一直在挨揍 对付总人口不过50万军队 不过6万的布尔人 英国需要调集45万正规军 2万人阵亡 3万人受伤 并耗费了多达2.2亿英镑的军费 打个布尔人都那么费劲 大英的光环从此退去 由神变回了人 尽管各方仍承认他的实力 但不再认为大英是不可打败的了 其他列强开始蠢蠢欲动 英国的统治成本急剧增加 帝国的衰落开始了 时间回到2018年4月18日 一张照片引爆了中国的舆论厂 照片中间提着行李箱的人叫侯伟贵 中兴通讯的创始人 就在拍照两天前的4月16日 美国政府突然发起对中兴的制裁 在7年内 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兴出口零部件 这对严重依赖美国零部件供应的中兴来说 可谓毁灭性打击 不得已之下 已经退休且76岁高龄的侯伟贵 临危受命赴美谈判 根据后来双方达成的协议 中兴合计需要支付多达146亿人民币的罚款 这相当于中兴好几年的净利润 并且要接受美国派遣监查 这份驱逐的协定传回国内 令国人十分气愤 其实这个事件 与美国的形象是息息相关的 和巅峰器的大英一样 冷战后的美国在世界舆论场上的形象 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是人 而是神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是民主灯塔 是山巅之城 没有什么事情是美国办不到的 如果连美国都办不到 那别的国家更办不到 没有什么人是美国搞不定的 如果有重要人物离奇死亡又找不到凶手 那一定是CAA干的 看起来只有CAA有这个能力 实际上美国看不惯又搞不定的人多得去了 埃尔多安 撒勒曼 拉美后院的马杜罗 他们都没有被搞定 但不妨碍人们继续认为美国是神 只要美国稍微发力 一切都会搞定 纯粹是美国不忍心让当地民众受苦 而大发慈悲罢了 因为美国是神 所以美国的制裁是一定顶不住的 今天能顶住 明天也会崩溃 既然早晚要崩溃 不如早点投降 争取宽大处理 正因精英阶层对美国的神性深信不疑 才会有职人的光速下跪 在贸易战开始后 呼吁投降的声音才会在舆论场不断传播 你不能说那仅仅是美分在作妖 而是真的有许多人认为 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连想都不敢想 即使是最乐观的爱国者 也很难做出2023年华为会为王者归来的预判 毕竟看上去 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太大了 但华为为首的中国半导体工业 竟然做到了 而且是一连发布了三款手机 全部搭载麒麟9000S芯片 自信的根本不可能是2020年的库存芯片 目前有关麒麟9000S芯片和光刻机的内幕 众说纷纭 但基本可以确定 就算当下还没有完全搞定 距离也不远了 就像大英一个眼神 就能让沙俄知难而退一样 在华为之前 美国只需要一个制裁 就能让东智高管老底坐穿 二思通被吃起 理论上 对付华为应该不难 谁曾想 对华为进行了数年的残酷围剿 使尽了浑身泄疏后 不仅没有能杀死华为 还让华为王者归来 未来会更难对付 华为战役的后果 其实比布尔战争更严重 布尔战争 英国人虽然元气大伤 好歹还是拿下了 而美国并没有拿下华为 更遑论拿下中国 堂堂超级大国 都用举国之力 却连一个公司都拿不下 用尽了制裁手段 却依然被我们突破了核心技术 从此美国的形象不再是神 不再是什么山巅之城 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活生生的普通人 既然是普通人 就没什么不能打败的 中国和美国这场仗 历来最大的问题就不是技术 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在工业文明时代 没有任何技术是不能突破的 因为所有原理都是公开的 关键就在于市场和资本 市场的大小决定资本投入的多少 市场大 诱惑力大 资本投入就多 技术突破就快 市场小诱惑力小 资本投入就少 技术突破就慢 就半导体而言 中国市场是世界最大的 没有之一 2022年全球占比超过一半 光芯片进口额就高达 4156亿美元 仅仅是国产替代 就是个数万亿的市场 按理说是能刺激天量资本投入 从而实现技术突破的 但奇怪的是 我们一直没有这样做 除了长时间被清销以外 也因半导体是一项技术和资本 双密集型产业几乎是最难的产业 恰好这个产业又是美国所主导的 而美国又是舆论所认定的神 因此中国企业长期不敢在半导体领域 进行太多投入 有时候不得不碰 也就搞一下设计 制造和设备是万万不能碰的 毕竟神能做的事情 我们人是做不到的 贸易战后 缺乏核心技术的舆论四处弥漫 再次强化了美国神的形象 但Mate60打破了这一切 原来神只是美国给自己加的滤镜 原来我们也能突破核心技术 当神性的滤镜碎了一地后 美国的同质成本就会急剧增加 原先一个制裁 一个眼神能搞定的是 以后得讨价还价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的底牌 你有实力不假 但并没有超出天际 原先分蛋糕时你作为神不仅可以先吃 还能吃绝对大份 现在所有人都不再认为你有权先吃 绝对大份也会缩水为相对大份 华为战役和抗美援朝最大的不同在于 抗美援朝我们主要是靠体系优势击败美国 就技术而言还是没得比 两军火力相差悬殊 而华为战役纯粹是从技术层面突破 是真正的刚正面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企业 尤其是某些友商会思考 华为都可以 难道我不可以 最近某手机企业重启了停滞多年的芯片研发 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除了打破神性 华为的突破带给中国更多的意义 就是有了对抗产业转移的底气 美国推动产业从中国大陆外移 其发力点主要是针对三个方面 市场 技术和品牌 美国暂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它还用盟友体系构成了庞大的市场 其次是品牌 在产业链中 品牌方是主导性的 比如苹果 过去十年加大从中国采购力度 让中国喝到了一些汤 但近年来 苹果逐渐加大了在其他国家的采购力度 这些汤就被端给别人了 我们作为供应商 除非是台积电这种很难替代的 否则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无法和品牌方博弈的 让你转移就得转移 你不转移那就换一个供应商 但无论是品牌还是市场 都没有技术重要 因为品牌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没有技术的品牌不叫品牌 而是贴牌根本走不远 理论上说 美国要说服众多盟友 尤其是欧洲国家放弃华为 应该是不难的 但偏偏直到今天 这一工作都没有完成 华为还活跃在欧洲市场 连穿一条裤子的英国 在封杀华为这个问题上 都表现得不情不愿 关键就是华为的技术在其作用 当下5G基站的替换供应商不多 只有爱立信和诺基亚 华为的5G基站 技术明显优于爱立信和诺基亚 如果把华为的设备换掉 这只是一家公司的成本 算上其他公司和大大小小的成本 得好几百亿欧元 英国政府也做过类似的评估 结果显示经济损失 至少达到182亿英镑 约合1600亿人民币 这笔钱老美可不会帮你逃 不只是钱的问题 封杀华为 还会令5G的部署速度明显放慢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华为到今天 还没有被众多美国盟友彻底封杀 除了中欧关系的影响 华为自身过硬的技术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换作一家普通公司早就被封杀了 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 你有领先的技术就不愁市场 市场甚至会主动来找你 而技术恰恰是美国发起贸易战 推动产业转移的最大底气 中国虽然有一定的技术 但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链 还是有很多不足乃至空白之处的 比如华为 之所以有领先的5G技术 却在制裁后手机跌回了4G 原因就是没有滤波器和5G射频芯片 这个市场长期被美国企业垄断 在技术霸权下 中国的产业转移 就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今天美国可以不向华为提供关键零部件 明天就可以不向蓝绿厂和小米提供 如果想活下去 想继续得到这些关键部件 那就给老子乖乖转移到中国之外 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取得足够的突破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要求的转移内容会越来越多 今天是手机组装 明天是零部件 后天不排除是整个企业 一旦这种做法在手机和半导体行业成功了 美国会立刻在其他行业进行复制粘贴 最后的结果就是 产业链外移 交了投名状的能勉强活下去 而留在国内的华为等少数硬骨头 因没有关键零部件而逐渐死去 在看到华为被杀鸡紧候后 原本许多不愿意转移的企业 为了活下去 也会选择转移到海外 进而让中国工业体系被掏空 失去了产业升级的可能 逐渐拉美化 上世纪美国能成功收拾日本 用的就是这个套路 自然而然的 美国想在我们身上顾忌重施 而过去四年 华为也的确非常难受 但Mate60的回归 宣告了制裁的失败 我们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技术 这部手机的国产化率达到90% 余下的10%也大概率能突破 技术突破后 不需要美国的零部件也能火 生存压力就大大减少了 产业转移的动力也会大幅削弱 不仅不需要转移了 相反 由于中国的供应链体系 也掌握了核心技术 许多企业想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将不得不增加在国内的投资 加强现在的产业体系 否则可能被华为这样的友商甩掉 进而失去国内市场 这个基本盘 而这种技术突破 还会传导到供应链层面 过去中国的手机产业链 很大程度上要看苹果的脸色 苹果让你转 你要是敢不转 踢出去没商量 而被苹果踢出供应链的企业 通常会跌停 但华为重回高端手机市场后 考虑到华为和苹果的直接竞争关系 华为的市场份额越多 苹果被吃掉的份额就越多 给供应商的单子就越少 供应商向外转移的动力就越弱 接下来的日子 就算中国的工业体系会外移一部分 但大部分无疑是能够保住了 还能通过技术突破 发展出不少新的部分 除了保住供应链和打破滤镜 中国技术大突破的影响 还会逐渐蔓延到世界格局层面 前段时间 某大V根据华为的突破 提出了中美双操作系统的构想 说到世界格局的双操作系统 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想到冷战 美苏对峙下的两极格局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就技术而言 苏联从来没有突破西方的限制 是典型的大而不强 很多关键技术 苏联要么没有 要么与美国差距悬殊 所以才会闹出东芝事件 再加上苏联糟糕的产业化能力 实际上苏联的国力和美国 差距是很大的 1978年GDP就被日本超越了 和美国对抗更是不可能 苏联能长期和美国对抗 很大程度依靠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加成 也就是软实力 加之不计成本的对外援助 但这种模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没有硬件的支撑 软件不可能独立存在 在二战后 双方差距不算大时 还能勉强抗衡 在美国开始半导体革命后 差距便迅速拉大了 关键就是苏联的技术 从来没有突破实现去美国化 而中国和苏联不同的是 产业化能力充足 技术上也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突破 实现了去美国化 半导体技术上能够去美国化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领域 可以去美国化 比如当技术不需要美国的了 那是不是标准 也可以逐渐去美国化 然后是教学体系和培训体系的去美国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构建一个新世界体系的可能 2018年12月1日 孟晚舟女士在温哥华转机时 无故被美国指使加拿大政府扣留 随后遭到软禁 拉开了华为被美国无理制裁的序幕 由于华为没有屈服 随后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5月16日 正式启动对华为的制裁 最艰难的时候 华为5G芯片耗尽 不得不重回4G 营收和利润也因此大跌 直到2023年8月29日 Mate60发布曾经的王者华为回来了 从孟晚舟被软禁到Mate60发布 中间经历了1732天 外人很难知道这1732天里 华为和中国半导体产业经受了多大的压力 去年年底 于成东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自从被极限制裁后 自己压力大到爆炸 最艰难是几乎一天都没休息过 晚上常常睡不着觉 下楼走动到早晨直接去上班 其实在这1732天里 焦虑到睡不着觉的何者余总 还有千千万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 现在随着三款搭载 麒麟9000S芯片的新机发布 中国取得阶段性胜利 大家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醒来后 我们将带着饱满的精神 投入新的战斗